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渣瓦编程轻松入门系列讲座 上节课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什么是渣瓦中的方法 那么方法到底如何定义呢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进行讲解 也就是讲解方法的定义格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方法的定义格式 这就好像for循环 以及do well循环 well循环以及if语句 都要有自己的一个语法格式 那么方法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语法格式 首先呢先是修饰词 空格后面的是返回值类型 空格后面是方法名 接下来呢是一对圆括号 也就是小括号 在小括号中呢 是参数类型以及参数名称 可以有多个参数类型 和参数名称 也可以没有参数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对花括号 花括号中呢 自然就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体了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return 关键字 return 关键字后面呢 要有一个返回值 貌似这个语法结构 要比我们之前所学的 fall循环或者well循环的语法结构 要略微复杂一些 我们要知道这个语法结构 它所代表的含义 方法呢就好像是一个工厂 它需要原料 经过生产加工之后呢 可以得到产出物 那么方法中的这些参数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方法中的原料 那么返回值呢 实际上就是工厂的产出物 也就是经过方法加工之后 得到的数据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对方法的这个定义格式呢 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 首先先是修饰词 修饰词或者说修饰符呢 在渣瓦中比较多 当我们讲到面向对象的时候呢 会详细进行介绍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 我们只需要记住 有两个修饰词 也就是public static 事实上 截止到现在 我们一直接触到的main入口方法 它的修饰词 都是public static 这两个关键词 那么第二项呢 就是返回值类型 也就是用于限定返回值的数据类型 接下来是方法的名字 那么为了方便对方法呢 进行调用 我们要给方法呢 自定义一个名称 那么这个自定义的名称 它也有它的一个定义规则 它的这个规则 就是和变量名的定义规范 是保持一致的 接下来第四个呢 就是参数类型 也就是我们传入方法的数据 要有一个数据类型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参数的名称 传入方法的数据呢 所对应的变量的名称 就叫做参数名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方法体 也就是真正我们需要完成 某个特定功能的代码块了 方法体中呢 要有return这个关键字 return关键字呢 有两个作用 第一呢 就是结束当前所执行的方法 第二呢 就是将返回值 交给调用这个方法的调用者 那么第八呢 就是返回值 而返回值呢 实际上就是return后面的那个数据 其实就是这个方法 最终要返回给调用者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一个结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定义一个方法 主要要实现的功能 就是获取两个数中的较大的一个数值 好 我们接下来启动 Eclipse 右击包名 新建类 那这是我们方法的第一个练习 我们就叫做Method Demo 01 好 接下来我们在上方增加注释 Ctrl Shift加上左斜杠 我们将要注释的内容填写其中 我们希望这个例子呢 能够让大家掌握方法的定义格式 好 接下来我们将Main方法进行补权 Out加上左斜杠 按回车 那么要定义新的方法 我们就不可以在Main方法中再写 我们接下来呢 要单独来写 写上关键字 也就是修饰符 Public Static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写方法的名称 我们希望呢 求取两个整数中较大的一个数值 那么Max呢 就是最大数值的意思 那么接下来 要写上一对小括号 然后是一对花括号 小括号中呢 要写上参数 那对于我们这个例子呢 我们是希望求取两个整数中的较大值 所以呢 我们的参数呢 就是两个整数 我们起个名称 第一个呢 叫做Num1 接下来呢 第二个叫做Num2 因为这是两个整数 所以数据类型都用Int 最终我们想获取出来的是 两个整数中的较大的一个数值 所以经过这个方法处理之后呢 它一定是有返回值的 而返回值是什么数据类型呢 两个整数判断求取其中较大的一个数值 那自然返回数据类型 也就应该是Int型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写方法体 方法体中呢 我们希望获取出来 两个整形中较大的一个数值 所以我们接下来需要定一个新的一个变量 将较大的一个数值呢 复制给这个新的变量 也就是Int型的 我们起个名称 叫做Result 好 那接下来呢 就开始进行逻辑判断 写上F Out 加上左鞋杠 进行自动补权 我们选择IfElse 按回车 进行自动补权 那么条件判断呢 就是去判断Num1和Num2 这两个数值 哪个大 那么如果Num1 大于Num2 那自然我们就将Num1 复制给这个Result变量 那么否则我们就将Num2这个变量呢 复制给Result 那么最终我们是希望呢 当前这个方法呢 要有返回值 那么大家来看 我们现在写的过程中呢 我们当前这个已经报错了 说要添加Return Statement Statement呢 就是语句的意思 既然我们当前这个方法有返回值 我们一定要在接下来要写上Return关键字 而且Return关键字后面呢 一定要加上一个数值 或者说是变量 我们要将当前的Result进行返回 好 我们增加上ReturnResult之后呢 我们当前刚才所报的这个错误呢 就不见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当前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定义在语法格式上 就已经是正确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方法在定义格式上的一个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先来看 我们刚才所写的这个方法 Public和Static 这是两个修饰符 这是必须要写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Int 这是代表的是 我们当前返回值的一个数据类型 那么Max呢 就是我们的方法的名称 那么接下来小括号中呢 就是参数 我们现在需要两个参数 而每个参数呢 都包括参数的数据类型 以及参数的名称 接下来花括号中呢 那自然就是方法体了 因为我们当前这个方法呢 是有返回值的 所以一定要具有Return这个关键字 而接下来Return关键字后面 所带的这个变量 或者说这个数值 它的数据类型 一定跟我们当前方法在定义的时候 这个返回数据类型 一定要保持一致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里头提到了有两个名词 一个呢叫做形式参数 一个呢叫做形参列表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 它们代表的含义 方法在声明中的时候啊 它的参数变量 我们称之为形式参数 简称为形参 那么当方法在调用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参数传进去实际要参与比较的实际数值了 那么它就成为实际参数 简称为实参 那么形参列表呢 实际上就是这些参数的数据类型 参数的变量名称 参数的顺序 以及参数的数量所构成的一个列表信息 那么方法的参数呢 如果有多个 那么一定要使用逗号来进行分隔 那么方法呢 也可以没有参数 当没有参数的时候呢 这个形参列表实际上就是为空的 也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小括号中 实际上是滞空的 那么如果方法它是有明确的返回值的 我们必须要具有这个return这个关键字 而且return关键字后面 一定要带有一个数值或者变量 返回值也必须要跟方法声明的时候的 这个数据类型完全要保持一致 如果方法呢 它没有返回值 那么这个返回值数据类型呢 我们就用一个关键字void来进行代替 void实际上就是无返回值的意思 那么如果我们当前在方法定义的时候呢 这个返回值类型是void 那么return语句呢 就可以省略掉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定义的这个方法和main方法 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我们是否可以将它们俩的顺序进行换位呢 好 我们接下来按out加上键 我们将这段代码呢 我们进行上移 我们把它上移到main方法上面 当我们上移之后呢 我们发觉你当前编译器 也没有任何的报错提示 说明这样也是可以实现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当前这段代码呢 进行执行 执行之后呢 我们看到控制台没有任何的输出 好 为了更加清晰的来看 我们接下来在main方法中 我们进行打印输出一句话 按out加上斜杠进行补权 我们说main方法已经执行了 好 同样我们也在max方法中 我们也打印相同的一句话 按out加上斜杠进行补权 我们补权一句话 说max方法也执行了 我们再进行运行 好 我们能够看到 已经在控制台中输出了 main方法被执行了 但是max方法被执行了这句话呢 并没有输出 所以也就意味着 当前我们所写的这个max方法 它并没有被执行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在定义方法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 方法与方法呢 实际上是平级的 当我们把所有的方法 定义在类中的时候呢 它的书写的位置 实际上是无所谓的 所以刚才呢 我们将max方法和main方法 我们进行颠倒位置 其实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注意一个关键点 方法呢 是不可以嵌套定义的 好 我们接下来试验一下 我们将当前这段代码呢 我们按out加上下键 好 我们把它放到main方法中 此时我们能够看到 当前已经提示我们报错了 事实上这个错误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方法不可以嵌套到 另外一个方法中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按out加上下键 我们将当前的max方法呢 移到main方法的下方 我们再来看还有其他的注意事项 就是方法实际上 不调用是不执行的 当然了 我们这里头要区分 main方法实际上是除外的 因为main方法呢 是不需要我们显示调用 它会自动被执行的一个入口方法 而对于我们的自定义方法 如果你不调用 它就不会被执行 那么如何调用呢 实际上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将要调用的方法呢 写在入口方法 也就是main方法中 接下来我们写上圆括号 在圆括号中呢 我们写上参数 因为我们定义的时候呢 是两个参数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调用的时候呢 就写上两个参数 10和30 我们现在来判断 它们俩中的较大的一个数值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看一看 是否max方法能够被执行呢 好 我们现在来运行 此时告诉我们main方法被执行了 max方法也被执行了 可是关键一点 那么如果被执行了 你就应该能给我输出来 最大的一个数值 也就是30啊 此时并没有输出来 所以啊 我们在进行方法调用的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写的并不完整 那么这就是我们下节课 所要给大家讲解的 就是方法到底如何调用 才算是完整的呢 好 同学们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方法它的定义格式 以及方法在定义格式上的注意事项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儿 同学们先休息一下吧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